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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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鲜的疯狂 皆和眼角隐藏 残存的鲜骨衷肠 身影甜蜜而知相 只为重破解尘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心问到莫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往天涯路远 你觉醒的勇气未曾明灭 还好有你痛我洗手向前 你不咨询 你不咨询 有你哨询 我 怎么了 都蔫了 丧失斗志了 俱雄 你作为大师兄 居然也这样 师父 打不中 师父 我们连九尾摇胡的 一根毛都没碰到 却 却伤成了这样 师 师父 还是我把 不凡师兄打伤的 所以 这就是你们 颓废的借口 都给我起来 起来 你们简直丢我的脸 人为王先先死 这是最大的悲哀 都把剑给我拔出来 今天我要好好教教你们 什么叫斗志 什么叫生命的罪业 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 不仅未能夺取圣家 还没有保护好师弟们的安全 让不动残废 九日阵亡 请师父 赐罪 这么多年来 你是第一次让师父失望 虽然为师不能接受的 就是你竟然败在 张大顺的儿子手上 五月先蒙的颜面 让你丢尽了 师父 对不起 起来吧 起来吧 昆仑 你可以要我检讨过 这次失败的原因吗 是徒儿修为不够 而且也九尾狐 不论心计和妖法 都比徒儿预期得更厉害 还有一点 这将会是你的致命伤 还请师父指点 你爱妃妃吗 回答我 师父是昆仑一生所敬 飞儿 是昆仑一生所爱 假如九尾狐 用妃妃的生命来要挟你 要你放弃成为温道者 你会做何选择 我去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喝酒 我在哪儿你都知道的 怎么样了 你的伤 刚才练副盟主 为我打通了经脉 只要等园区恢复了 就没什么大碍了 我带了饭菜给你 我不饿 好吧 那就等饿了再吃 师父刚刚召见了我 跟我聊了很久 是因为得不到 原始圣甲的事情吗 我从来没有看见 师父这么失望过 我真是太没有用了 责怪自己也没有用 你不是经常教导其他师弟 成败也是修行吗 但在摩羯承道大阵中 我一定不可以输 我明白 师父还问了我一个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 关护道我是不是可以成为温道者 什么问题 师父说 假如九尾狐用飞儿的生命来威胁我 要我放弃成为温道者 我该如何抉择 师父的意思是 你太感情用事了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 我没有回答 但这个问题 让我想起了 我们跟九尾狐对战的那一幕 我在想 如果当时不是我硬生生地改变了 攻向飞儿的剑气 或许 我就可以避开飞儿那一剑 那我就不会受伤 或许 我还可以跟九尾狐一战 或许 或许你能打赢九尾狐 得到原始圣家 然后再得到万木金丹 但你可有想过 那是飞飞可能已经成为 你剑下的亡魂了 芸汽 为了让我当温道者 是否让你做我的先锋 必要时 还要为我牺牲 你答应了 是不是 假如一地而出 你一样会为我当先锋 不是吗 那是当然 但是你答应过飞飞 要带给她幸福的 是啊 所以 有些决定 必须要做 这万木金丹 怎么不是金色的 连气味都没有 飞飞 这不会是假的吧 怎么可能 大精灵是不会给我们假药的 就是啊 你们先尝一个 尝一个不就知道真假了吗 说得也是啊 对吧 那我们就用着美酒 送服这万木金丹 来吧 那带我一个 同时也庆祝我们 得到第一件原始圣架 也为我们第一次误会 和第一次化解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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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啊 没感觉 我怎么觉得跟没吃过一样 我也是 难道这真是假的 不会吧 真假 一事便知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是千秋公子不外寿的宝物 叫做风神不二宝 能测出仙道术的等级 这个好玩 拿来我看看 铁狼 你快去运工发招吧 好 哎 已经超过七律界二级了 还在网上升呢 铁狼 不要拔劲 不能拔 停一下 琉璃 多少 是七律界五级 七律界五级 会连升了四级啊 嗯 太好了 我终于不是倒数第二了 你快准备一下吧 你之前是几级啊 灵狼界二级 我 好厉害啊 现在是七律界三级 连升七级 连升七级 太好了 我终于快追上其他人了 菲菲 该你了 没准你会直接到达神域界 怎么可能 师兄用五年时间才突破呢 不过 我可以试试 好强啊 好强啊 怎么样 如何 你是神域界三级 神域界三级 我到神域界了 我到神域界了 好开心啊 神域界三级 你已经是闯阵者中最厉害的了 恭喜你啊 菲菲 等一下 从下次闯关失恋 我们好像就是自由分组了 菲菲 昆仑 云琪肯定是一组 韩世三兄弟也是一组 巨雄他们三人也是一组 那就只剩下 千秋公子 美空云 小玉和王伟落单了 我们要尽快找到强劲的队友 合作才行啊 那我们到底找谁 才更合适呢 那 找千秋公子吧 你们不是和他关系最好吗 我去跟他说 这样你们就不是最弱的一对了 走吧 千秋公子 你们感觉如何 吃完那万木金丹 修为又没有长进 或多或少有点效果 铁郎现在已经是 细域界五级了 五级 连升四级啊 对啊 可是张莲也不差 他已经是细域界三级了 跟很多人都快齐名了 厉害啊 这万木金丹果然神奇 哎 千秋公子 哎 嗯 还有 你跟别人组队了没有 我刚组啊 啊 你跟谁组队了 就是王伟跟美空云 哎呃 现在好像只剩下小玉了 小玉 小玉虽然修为还行 可是胆子太小了 胆子小怕什么 我们俩胆子大不就行了 走 我们走了 走啊 走 走 孙月说你们找我 是吗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散步了 走走吧 好啊 吃了万木金丹 功力大增吧 万木金丹真的是神庙非常 张灵问千秋公子 借了风神不二宝 来平和我们服用金丹后的修为级数 你猜猜结果是什么 应该到达了神域界吧 那是当然 我现在是神域界第三级啦 那就是跟我一样了 那以后呢 我便能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不会拖累你们 你们也不用再费心照顾我 我们将会是最强三人组 就算以后再遇上九尾妖虎 我们也可以咔嚓咔嚓 把他打得神行俊密 你要不要准备 再遇上九尾妖虎 立法ape 我还会要尝尝 就算是最强三人组 坤勇师兄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我已经决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就是在往后的摩羯城 到大阵中 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作战了 什么意思啊 我不明白 这 云青师兄 昆仑师兄的意思是 你是他最重要的人 要是我们在同一组中作战的话 他必定会全力去保护你 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性命 所以 所以我们希望你加入其他的组 你们 你们 你们不要我了 飞儿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从小我们三个就在一起 还有我们都发过誓 要一声不离不弃的 现在你们让我离祖 那不就是不要我吗 为什么啊 我的修为已经提高了 我不会再拖累你们了 不 你不是我的负累 你是我最爱的人 但无论我们的修为如何的高 敌人只会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强大 要是我没有了拼死的决心 我实在没有信心可以战胜他们 我只有战胜他们 才能带给你幸福 飞儿 我是真心地爱你 爱我却让我离开你 要是我离了族 谁会来取代我 昆仑师兄 引起师兄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啊 飞飞师姐 是小玉 飞飞师姐 都是昆仑师兄决定的 我之前推辞过 可是 够了 不要再说了 你在这儿啊 我们俩找得你好辛苦啊 小玉 是啊 是啊小玉 你是不是还没有入组呢 是啊 不用担心 没人要你 我们俩要你嘛 虽然你胆小怕事 但是 我们现在可以保护你了 是啊小玉 我们哥俩 现在可是戚育界的绝顶高手 对付那些等仙腰背 早就不在话下了 可是 我已经跟昆仑师兄 和云启师兄一组了 什么 你跟他们俩一组 那什么人要啊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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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了呢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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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开门啊 菲菲 你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昆仑他们不要你 你可以跟我们一组啊 那是他的损失 你快出来啊 我们三个都已经把白千鸡打败了 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快开门啊 菲菲 算了 别再逼他了 菲菲现在一人老单 我们这队正好有少一个人 他跟我们一队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菲菲 快开门啊 菲菲 可能还是因为我的问题吧 又是因为你爹的事吗 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 是讨论过了 可是并没有改变 我爹爹杀死他母亲的嫌疑啊 要是这件事情被他们知道了 其他人会怎么想 东方太医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 算了 我们别打扰他了 我们先走吧 要走你走 我要在这里等他出来 走 你要在这儿等他一天一夜吗 我可以 你呢 出去走吧 我不要 菲菲 住口 什么也别说我也不想听 别跟过来 看来她真的是很心烦 我也一样烦 师姐 爹 不动 好点了吗 没想到我爹地是个神算子 给我取眉强不动 现在真的不能动了 这是什么烂笑话呀 她老这样 醒来以后 经说这些无聊的笑话 都不知道咱们担心她 难不成要我一直哭 你们才不担心我吗 那我可哭了 好了 好了 慢点 慢点 好了 不动 别闹了 辟邪说你的外伤 基本上已无大碍 待你元气恢复 师父传授你一套气功 只要你亲家练习 或许不能像以前那样 活动自如 但是自己走路 也未必是没有可能的事 谢谢师父 不动 你一定可以再次行走的 师姐相信你 对了 师姐 我有点担心小玉 自从曹蒙古城回来之后 她一直没来找过我 我怕她会自责 师姐 要不你帮我劝劝她吧 我会的 好好养伤 别多想了啊 知道了 师姐 爹 昆仑师兄决定不跟我组队了 好 谢谢 谢谢 给你 你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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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为他铲除一切障碍 女儿不大明白爹爹是什么意思 到了那一刻 你自然就会明白 你答应吗 我答应爹 就算爹爹不和我说 我也会帮助昆仑师兄 成为问道者的 那就好 好吧 王后的每一关 就要靠你自己了 小玉 集中注意力 还有 出招的时机不对 多留意 是 师兄 小心点 别伤着 知道了 来 菲菲师姐 小玉 进步了不少 哪有啊 那是因为 云琪师兄的伤还没有好 加上 有昆仑师兄的指点 我是来道歉的 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 我没有相信昆仑师兄啊 所以过来道歉 昆仑师兄 一定是经过各方面的 深思熟虑 把各方面的得失都想好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决定 我应该接受他的决定 菲儿 谢谢你 好了 不阻碍你们练功了 小玉 继续努力啊 放心吧 师姐 经历了苍蒙古城之后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玉了 你就把昆仑师兄 放心地交给我吧 小玉 不通她很想念你 有时间去看看她吧 知道了 我会去的 菲菲 你跟谁组队了 还有我的选择吗 还有我的选择吗 大家一起努力吧 师兄 我们继续吧 芸汽先休息 你跟我打吧 好 你们俩干嘛呀 又不是第一天一组了 有什么好苦恼的 而且你们早已经是三个人一组了 三个人 就我们两个人哪来的第三个 是这样 我已经想好了 你们闯关的时候 我隐身跟你们一起去 那不行 这也成作弊了 而且让妖怪来救我们 被大精灵知道 会取消我们的资格的 我又不是帮你 我只是保护我的张灵 但是 没有但是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咱们小队的名字呢 就叫做非常道 怎么样 好呢 这什么名字 听起来一点气势都没有 就是 非常道这个名字不错啊 我很喜欢 菲菲 你又不是我们小队的 你喜欢有什么用 你们不让我入队吗 那我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跟我们一队 又没有人肯要我 只有你们两个傻瓜 才肯收留我呀 可是你不怕 你爹爹反对你跟我一族吗 我爹爹呢 既不赞同 也不反对 所以我自己做决定了 照你这么说 我们非常道的四个人 就算是聚齐了 你现在不觉得 名字不够气势了 多听了几次 觉得还挺好的 那我们非常道组合 正式成立 来 小狐狸 不是想加入我们吗 过来啊 你们已经三个人了 那还有我的份 我们是非常道小组 你可以是我们的神秘组员 但是你的身份 绝对不能暴露 对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闯关 但是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千万不要出手 那还有这么多的条件啊 我们今天一握手呢 就算是生死与共的好队友了 你就过来吧 那好吧 那我就听你的吧 好 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非常道组合 正式成立 生死与共的好队友了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好队友了 还是你队伍最好 你们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做这些 我不知道他这么直觉啊 有什么呀 我们一向如此 其实我也觉得你们不应该 闭嘴 不知道我们看见会尴尬吗 你们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你的感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总之 我就是不喜欢看见你们在我面前搞暧昧 什么叫暧昧啊 我们这叫堂堂正正的吻 对吧 对对吗 不对吧 十五位闯阵者已经分组完成 在第四关未开始之前 将继续接受五位盟主的特训 第一队 昆仑 云齐 封小玉 由东皇盟主带领 是 第二队 韩商 韩宫 韩宇 由不死夫人带领 是 第三队 巨熊 由不凡 龙影儿 由青衣剑客带领 是 是 第四队 孝千秋 美空云 王伟 由神火老祖带领 是 最后一队 张灵 铁狼 东皇妃妃 由练辟邪带领 是 铁狼 有什么事 我们是非常盗小组 名字叫非常盗 是 我们是非常盗小组 对啊 我们就是非常盗小组 怎么了 知道了 小队名称 大家可以随意命名 希望大家 在第四官位启动之前 继续提升修为 绝不能松懈 是 是 张灵铁狼 明天早上 在青铜剑集合 集合 知道了 你们的关系 不是不太好 他不是很可怕吗 他的确可怕 所以啊 您也要小心 张灵铁狼 万事找你们 我就知道他要找我们 接下来 死的 acie 是à g 张灵的阴影伞变成剑了 终于出事了 我亲手所造的第二笔玉神器终于出事了 张灵 你说它叫什么名字好 就叫它 无为之剑吧 无为为之而何于道 何于道便无所不能为 好名字 无为 以后你可要好好守护你的主人啊 好吧 为了你们两个 为我孵化出两柄如此优秀的玉神器 你们就把这套奇怪的战甲交给我吧 让我为你们各自打造一套全新的战甲 真的吗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文婿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爱了 只要你们呀 帮我实验新的发明就可以了 对了 我最近发明了新雷珠 拿来给你们试用一下啊 走走走 好好好 这个呕吐雷珠真的很好用 你们不试试吗 我跟你说的记住没有啊 对啊 一会儿不管练皮鞋说什么 不管他嘴里如何 你可千万不要顶嘴啊 对 千万不能顶嘴 而且也不能乱说话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放心吧 她是怎么样的女人 我怎么会不清楚 你说是不是 她就是一个缺乏亲情 友情 爱情的孤独怨妇 所以才会对你们做出这么恐怖的事情来 你们越痛苦 她就越开心 她就是个虐待狂啊 哼 但我可不怕 我是谁啊 我可是出身悬门 五月先盟的弟子 况且 我已经服用了万物金丹 已经是金妃昔比 什么两一穷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你看看你们 已经被这个变态女人 折磨得神经失常 我告诉你们 对待这种人 你们就不能谦卑恭敬 要不然她就会越来越放肆 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尊严了 东皇大小姐 走啊 参见恋妇盟主 参见恋妇盟主 既然东皇大小姐吃了万物金丹 功力大增如此厉害 那不妨就让我这个孤独怨妇开开眼吧 准备好接受特训了吗 千万不要答应她 她笑了 就是啊 每次答应小皇都很惨的 那是匿瞒不受啊 来吧 不知恋妇盟主 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特训啊 今天她们两个可以休息了 就东皇大小姐一人接受特训 就她一个 就她一个 不用担心 也不过是两一球罢了 准备吧 等一下 既然东皇大小姐 对自己的仙道术如此有信心 不如我们来赌一把 倘若半个时辰内 东皇大小姐能击落两一球 那我便从无泪之城 挑水到五月仙盟 给你烧水冲凉 那我要失败了呢 那就有劳东皇大小姐 给我烧水冲凉了 不要答应她 别答应她 不要答应她 好 一言为定 你可要信守承诺啊 来 张领 f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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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人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小春 她快坚持不住了 小心 芬芬 你放心 大胆往前走啊 我们俩就是你安全的保证 快快快 就到了 别别 坚持住 马上就到终点了啊 对 行了 我们给菲菲打戏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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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你们两个一直都在场 要么你休息一下 我去帮你打凉桶水 别别动 想都别想 万一让练皮鞋知道了 后果会更严重的 对不起啊 菲菲姑娘 我不能害你 你们不是把练皮鞋当仇人吗 怎么今天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因为练皮鞋救了我们 要不是因为练皮鞋 我们早就被白千鸡打死了 的确 以前我们以为 碎练皮鞋太羞辱了我们 但是在大战白千鸡的时候 我们用的却是躲避两仪球的方法 如果没有练皮鞋 我们早就死了 所以 菲菲姑娘 无论练皮鞋怎么对你 你都要忍住 没准这根练皮鞋 真的是仙道界一等粮食呢 行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继续跳水吧 让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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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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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位 出来 你们的盔甲好了 怎么样 不错 不敢 愿春风负面 严重去年 默然 回想初见 失踏 话语满天 战不断的青丝离海浪 纷飞落进云园 隔着迷途 还要搬迷 穿过世间的北欲花 算不清的爱 汗中沮丧 几朵别的丝绣了 泪沙染 如冰烟火脸 才恍然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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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不断的青丝离海乱 纷飞 纷飞落进云园 隔着迷途 还要搬迷 唱过世间的北欲花 尽管 算不清的爱 汗中聚散 寄托别离死生了 泪伤燃 如云烟火焰 才荒热 尽管 至爱 至爱